中間可以了吧 政治項中選會登記後 藍綠總統參選人總該辯論了吧 我們主要的還是看這個辯論的 辯論的主辦單位 他們過去主辦的這個成績跟成效好不好 很多人搶著辦 但小英心中早有人選 民進黨跟連幾天大動作發聲明 企圖將辯論改為單一電視台主辦 要打破從2004年 陳水扁連戰連續三屆總統大選 所立下由四大報中央社公事聯合舉辦的慣例 跨媒體的平台 包括整個拍攝的角度跟取材的角度 以及提問的人選 他都能夠兼顧到比較廣的收視權 商業電視台 他本身是單一的媒體之外 他也盈利的性質 當然一般來說也比較訴求於特定觀眾 川普學者批評單一媒體舉辦代表性不足 總統府前副秘書長羅志強 更三問蔡英文 質疑主辦傳統蔡英文為何要打破 還說四報一社一台主辦 和單一電視台相比 誰比較中立性 痛批評什麼主辦單位是蔡英文一方說了算 這不是霸道 什麼才是霸道 技術性的干擾方式 指定特定的媒體 然後要求其他的候選人配合 我覺得這不是一個民族的一個正圖 那四報一社以及公事的舉辦 不是我發明的 這是本來就有的慣例 我們希望蔡主席趕快接受 朱蔡兩人何時說清楚 講明白還有得瞧 民調領先的蔡英文盤算不失分就是贏 但選戰升溫就怕算計太多 反而引來確佔雜音 記者台北綜合報導